这个总统助理被困在铁皮箱子里 脚底逐渐漫出金粉涂料 三个小时内 这些涂料就会将其淹没 逐渐注满整个空间 直到他窒息而死 而这一切 事关美国银行的6000冬黄金 他们全被换成了泥巴做了假货 探员黑姐跟头号嫌疑人洛娃斗智斗勇 对方却供出杀害他母亲的凶手 想借此收卖探员加入自己 黑姐心中五味杂陈 她到此都不会忘记母亲遇害的情景 也确实想亲手杀了仇人 但这样做就与洛娃所为无益 与此同时 FBI局长找到法官卡洛琳 她是合照中最后一个人 也是局长以前的女朋友 卡洛琳不肯配合调查 局长无奈只能离开 并嘱咐探员保护她 而在30英里外的监狱里 一个罪犯的牢门突然打开 她轻松逃出监狱 钻进一辆面包车 车子一直开到卡洛琳公寓外 在门口监设探员被麻醉枪击中 车里的人冲进公寓 英尺的商店能容纳多少人 FBI查到 昨晚寓意的人名叫吉米 她就是被卡洛琳送进监狱的 而那辆逃逸面包车 先被遗弃在布鲁克林 黑解离合展开行动 另一边 长官也有新发现 银行内部出现资金转移迹象 她怀疑 歹徒打算收网撤退 所以将局长申请狙击手支援 不过女歹徒拆到了长官的计划 很快 她接到对方的电话 长官提议 用副手交换所有人质 就给她一分钟考虑时间 女歹徒挂断后 把一千万美金 转成数字货币保存 然后回拨给长官 答应从银行后门交换人质 长官以为势在必得 立刻让狙击手各就位 等所有人质都出来后 就将歹徒一网打尽 长官的要求非常简单 银行每释放一位人质 副手就能向后门前进一步 期间两方都非常配合 副手很快就要走到门口 但狙击手发现 女歹徒提前出现在射程中 长官按捺不住性子 让她马上射击 结果被女歹徒躲过 事到如今 特警只能朝大门扫射 双方人混乱将各自行动 好在人质获救 副手也进入银行 长官火速命令 手下破门而入 如今没有人质 她无所畏惧 结果门一打开 地上一个大洞 原来女歹徒在银行 盘踞七天的时间内 早就挖出了逃生通道 再让我们回到主角那边 一气面包车内没有线索 但黑姐发现 附近有一个扫地大叶 一只在扫同一块砖 扫把都快扫秃了 她过去盘问对方 得知杰米之前住在这 而且她昨晚给大爷塞了张纸条 上面的内容是 跟着腐败走 这显然是洛娃给黑姐留的信息 她决定深入调查杰米入狱的案子 此人没什么暴力前科 也就18岁那年拖了辆车 结果突然因为杀人 背叛终身监禁 此案的目击证人 叫吉普三 黑姐和搭档去对方工作的商店 这就是一家小于300平方英尺的商店 黑姐在墙上发现了新字条 如果法官说话 她必死无疑 两人蹲着线索一路前进 终于啊 在一栋破楼内找到了杰米 而她正抓着卡罗林 杰米让黑姐看向对面楼屋顶 女主一言照做 可是这里位置太低 根本无法看到对面的楼顶 杰米无言反问 那吉普森是如何站在这 看到我在对面楼顶杀人的 杰米的案子果然有缘情 她想为自己讨个公道 但卡罗林死到临头还在装无锅 杰米无言把她拖到窗边 做事要跳下去 卡罗林总算说实话 坦白自解 买同了证人说谎 把杰米送进了监狱 对方无言拉着她一起跳窗 卡罗林掉在了下面的平台上 而杰米早就消失不见 根据卡罗林的证词 可以得着 她多年来一直和别洛克家族合作 帮对方掩盖罪行 在座伪证 推到无关民众身上 局长听了非常失望 嘱咐黑姐 不用太费心抓捕杰米 这是她唯一能补偿对方的 那边的女歹徒和副手逃出银行后 正坐上大巴准备离开 副手穿机将订婚戒指送给对方 谁知长官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他在戒指里放了追踪器 长官总算搬回一局 副手两人被押走前 往座椅里塞了个信封 随后杰米来到大巴 取出那个信封 上面是数字货币的账户密码 也是洛娃给她的酬金 与此同时 在家休息的黑姐 被一通电话潮信 搭档接到一份联调者告密名单 而杀害他妈的老毕也在其中 因为美国政府的介入 才导致黑姐以为对方早就死亡 这一消息让他辗转难眠 不由的来到老毕家门前 但出于对本职的信任 黑姐却下不了狠手 他正打算离开 对方却被外媒员送了东西毒死 这就是洛娃送给黑姐的礼物 而托腾堡外 一个神秘人往地上放了个装置 然后小心翼翼的启动 紧接着托腾堡基地陷入黑暗 他拿着武器接近门口 轻松解决了基地的守卫 黑姐将突然停电 问洛娃又搞什么妖蛾子 对方却说 此时与他无关 还解释罪魁祸首 就在照片上 黑姐这才发觉 照片上除了相继路往的几个高官外 角落里还有一个男人 他被卡罗林挡住了半个身赞 罗娃说那人被称为幽灵 是中情局的深藏特工 此人手段高明极度危险 目前已经离开中情局 很明显是冲着洛娃而来 由于停电 正好发生在特勤换班期 基地只有一小部分人留守 而且大量强制都因为断电 被锁在了电子柜里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欧文锁在了监狱 也突然失火 犯人都被赶到食堂集合 因为火势蔓延室内闷热 犯人们逐渐感到不满 再加上有人说闻到了烟尾 大家都想离开食堂 谁咋发现大门被锁了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有个瘦弱的男人 认出了谢尔盖 竟然打算趁机杀了他 欧文健壮赶紧上前帮忙 他可是探员出身 瘦男人根本不是对手 欧文将其一把推开 结果对方正好磕在桌子上 当场逼命 而此时黑姐搭档捕捉到 监狱有一条发往控制台的信号 写着 小土豆覆盖了地面每一个角落 他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打算打电话问问黑姐 这才发现拖腾宝掉线了 搭档想联系长官 对方却在跟白宫人员约会 蓄意取代局长的职位 另一边的黑姐正在看守罗娃 对方提到 幽灵就是亲手策划 对方倒是按耐不住了 想必是看了同伙相继罗娃 准备先下手为枪 罗娃男的跟外人过夜 决定拉着黑姐好好聊聊 他主动谈起自己的孩子 那是在2018年的礼约热内罗 罗娃因为丈夫不在身边 需要一个人照顾孩子 但他对此实在不拿手 直到一个叫莉娜的女人出现 他非常热心的帮助罗娃 两人很快建立友谊 但罗娃最后才知道 莉娜也是为了杀谢尔盖 才故意接近她的 故事讲到这就被局长打断 他和女歹徒扶着受伤的副手进来 这两个抢劫犯本被长官 关在基地牢房中 随着副手趁着停电想跑 结果不幸遇到幽灵被对方刺伤 女歹徒出于无奈 只好拖着副手向局长求说 黑姐说局长曾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有她在副手一定会没事的 所以反问女歹徒 幽灵去哪了 对方说副手刺伤了她 但那人神出鬼帽 眨眼间间消失不见了 局长让黑姐到地下仓库看看 那里可能有有用的武器装备 因为幽灵也在基地中 他必须找个帮手一起行动 可眼下能用的人只有罗娃 黑姐只能选择信任对方 两人在仓库找到一个旧箱子 罗娃发现一枚地雷 黑姐则找来一张拖腾宝的原始地图 地图中显示 此地有通风管道 他马上回去跟局长回报 解释幽灵可能是从管道进入 所以才能神出鬼帽 众人可以利用这个办法抓住幽灵 此时 罗娃找到的地雷就派上了用场 副手作为军械专家认出这是没碎片定向地雷 黑姐根据通风管道位置 推测出幽灵落脚的地方 他们在地面挖个洞 布置好陷阱 然后藏到屋外躲避 谁知当男人跳下来时 黑姐突然大喊不要动 原来来人是他的搭档 对方担心黑姐安危 才偷偷潜进来帮忙 结果刚好踩中陷阱 这下真是尴尬了 女歹徒说可以延迟爆炸时间 但也只能争取到四秒 就在几人准备拆地雷时 头顶传来细微的声音 等幽灵爬到密室往下看时 洛亚正坐在下方的椅子上 他的高跟鞋就踩着地板下的地雷 幽灵对此浑然不知 还跳下来准备干掉对方 洛亚看中时机飞速扑向一边 黑姐也跟着躲避 结果这颗成年老雷竟然没炸 等幽灵走到他们身边时 地雷才瞬间爆炸 不过他谁也没炸死 好在黑姐和洛亚配合墨线 成功杀掉了幽灵 而局长也救活了副手 这时电力突然恢复 一切又回到正轨 搭档向黑姐报告小土豆的暗号 对方说洛亚的妈妈是巴西人 所以让他用葡萄牙语翻译看看 答案终于揭晓 这也是一首巴西童谣 洛亚女儿的藏身处就藏在暗号中 画面一转来到监狱那边 偶尔因为过失杀人 被单独关禁闭 再过三天 他们的秘密计划就要推动 眼下的情况可不妙 这时典狱长给一个女人打电话 说麻烦已经解决 而这个女人就是骗过洛亚的丽娜 或者说是别洛克女士 局长根据黑姐的报告 将洛亚女儿的位置 锁定到兵权镇的一家农场 黑姐不赞成绑架一个五岁孩子 为人正直的局长也拿不准主意 而长官正在跟白宫首席顾问谈话 原因是网上正在流传一段视频 揭露了最近在银行大集案中 已经有数名高官洛亚 而且这些人十年前都受估于白宫 是洛亚在背后惩罚这些人 他才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短短几个小时该视频就突破200万播放 无数洛亚拥护者向政府施压 顾问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他想将此事交给长官处理 并许诺会将现任局长停职 让长官担任临时局长 话音刚落他觉得一阵头晕目悬 转眼就晕了过去 长官正想让保镖打急救电话 结果下一秒也跟着晕倒 两个带着房东面具要男人靠近 将首席顾问抓走 紧接着镜头拉近对阵桌上的画屏 里面赫然藏着针孔摄像头 而那边的黑姐决定跟洛娃谈判 争取不对他女儿下手 既然合照中的人全部服发 洛娃理营交出最后两家银行 但对方说还剩一个终极目标 需要黑姐自己解密 这时总统要求见黑姐跟局长 对方发了一条视频 顾问被绑在椅子上 脚底逐渐漫进金粉颜料 很快就会没过他的脑袋 总统让两人尽快抓住使作俑者 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黑姐前往顾问被抓的酒店 警方搜出了摄像头 以及藏在橱柜中的毒气 黑姐觉得此次绑架 跟美联储的黄金有关 所以洛娃才用金粉涂料折磨顾问 这也算是一种提示 可自从夺回美联储后 那里没有任何反常 殊不知 那枚伪装成金砖的炸弹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盗数 这时搭档发现那名揭秘视频博主 又发了一段视频 是顾问进入酒店前的画面 黑姐看到门口停了辆花店快递车 毒气和摄像头 应该就是他们设置的 两人立刻调查这间花店 老板说店里确实丢了辆车 他正想报警呢 车又回到了门口 小偷还贴心的加满了油 黑姐检查那辆快递车 在里面发现可疑的土壤 洛娃的人当然不会犯低级错误 除非这是故意留下的 黑姐还是让搭档先拿去鉴定 紧接着 局长打来电话 说抗议民众已经来到头疼宝外 要求释放洛娃 黑姐解释 这是网络博主搞的鬼 不知此人哪来的内部消息 此刻除了图囤堡外 第六家银行被抢附近 也聚集了大量抗议人员 高喊着释放洛娃 黑姐猜测 博主就混在人群中 于是跟长官前往银行抓人 而搭档过来报告 说土壤是陶瓷用途 可是无法筛选出具体工厂 长官态度强硬 让搭档多动脑子 继续调查 然后把博主带走审问 不过对方只是个传话的 他收到的所有信息投稿都是匿名 黑姐盘问过后 找到一条线索 匿名投稿人提到一家老矿井 而这个矿正好是陶土矿 两人驱车赶往此处 但黑姐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顾问马上就要被颜料眼眸 他再找不到人 局长就要去抓洛娃的女儿 危机时刻 黑姐终于到达矿井 他和长官合力排出颜料 成功救下顾问 黑姐看长官如此关切对方 心里不免有些疑惑 紧接着搭档打来电话 说这家矿井所有者就是顾问本人 更奇怪的是 他为了保密 还用了一家空客公司进行收购 黑姐去找顾问对质 但对方靠官为施压 他没法进一步审问 黑姐民思苦想 洛娃为什么要抓顾问 合照中的人明明全都落网了 就在这时 他灵光异山 合照的人确实被抓了 但拍照的人呢 搭档无言马上调出 合影那天的白宫签到日子 从中找到拍照的人 对方十年前 只是资历上抢的参议员 如今却是美国总统 黑姐恍然大悟 洛娃的终极目标 就是美国总统 他立刻去找那位顾问 事关总统 黑姐让对方老实坦白 到底为什么买下矿场 顾问坦言 这是总统指使的 说是要建造水研究设备 利用黏土 净化污水 拯救受水传播疾病感染的孩子 这里呀 可是够冠冕堂皇的 长官听到这 叫走黑姐 警告他不要再跃全行动 赶紧退出这个按赞 使着警报声响起 金控内突然启动了洒水装置 消防员说 是烟雾弹引起的 黑姐知道 这是落啊干的 赶紧跑过去查看 金控内一片狼街 到处都是被冲烂的 淘土和颜料 那面定时炸弹 只是烟雾弹而已 目的就是让银行 洒水器启动 破坏这些假金砖 再结合总统 指使秘书买淘土矿 事前的真相不言而喻 这六千吨黄金被调包 和当今总统脱不了关系 但黑姐没有缺席的证据 牵扯的人权力又过大 他只能命令在场的人 手口如拼 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消防员 捡起手机 猛地塞给栏杆外的博主 对方打开一看 里面存着金库的视频 黑姐续找落啊 问黄金去哪了 但对方说 你得先帮我证明 总统是小偷 没等两人争出个所以然 博主已经把金库视频 发到网上 此时监狱那边 也有了麻烦 谢尔盖托人救出俄文 对方已自卫脱罪 被放出禁闭牢房 但很快 谢尔盖就发现了问题 因为他的线人表示 救出俄文的另有其然 简单跟局长说明 两人都决定 先按兵不动 很快 总统到大银行 他微笑着应对镜头 一进指挥车 就大便连 命令局长 尽快找回金庄 做不到就得滚蛋 总统还私下告诉长官 以后的行动 不用经过局长 黄金这事 只要办妥 他就能担任临时局长 黑姐则急忙找到洛瓦 说总统来纽约了 谁知对方淡定无比 让黑姐去找 那个发视频的博主 他会给你一个俄罗斯讨啊 花音刚落 特勤局的人杀到 他们会顶替FBI 全权接管托腾堡 特勤局的人锁住洛瓦 给他戴上头套 并注射特殊药剂 紧接着总统现身 对方摘掉他的头套 打招呼说初次见面 洛瓦笑着反驳 你不是炸掉我的婚礼了吗 那才是初次会面吧 其实总统 只是别洛克家族的傀儡 不管是炸毁婚礼 还是搬空美联储的金库 真正的幕后推手 一直都是别洛克家族 洛瓦和丈夫 跟对方交物已久 而他手中有一项关键证据 就藏在俄罗斯套瓦里 总统现在也在找这件证据 他代表别洛克 跟洛瓦谈条件 只要对方交出套瓦 就能带走部分黄金 和女儿丈夫远走高飞 洛瓦当然不屑与他为物 总统只好继续 给他注射流喷妥纳 这是一种麻醉和催眠药 洛瓦一直坚定 一直没有松口 他不知什么时候 弄开了束缚带 一把掐住总统的脖子 洛瓦放开对方大笑 在他眼里 总统只是个纸老虎 对方气不过 又扎了他一针 如果剂量再加下去 洛瓦就会有生命危险 另一边 黑姐和搭档 火速去找伯主 还没到 就看到对方的屋子直冒烟 两人正要报警 里面就传来爆炸声 倒霉的伯主死亡 消贩员说 问题出在煤气泄漏 所有文件电脑全部被毁 他们只能从伯主的车入手 查找对方近日 都去过什么地方 两人找到伯主女朋友 对方把黑姐领进阁楼 这里堆满了成山的资料 两人费力找到一条线索 2015年 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 芬妮 因为一场车祸 失去了丈夫 从而退出大选 而她退出竞选后 最大的受益人 就是现任总统 她不战而是 成功赢得了竞选 芬妮丈夫的司机还活着 博主囤积了 大量有关此人的文件 试图证明 司机跟别洛克有关 也许找到他 就能找到套娃 而资料显示 司机开了家修车行 黑姐刚到此处 对方就心虚逃跑 不过很快被搭档逮住 司机坦白 自己当年 被别洛克家族威胁 所以擅自交出了 芬妮家的汽车 对方在车上坐了手脚 当天车子就离弃爆胎 导致男主人惨死 而司机也被带到 别洛克夫人面前 对方逼她承认 是自己害死了芬妮丈夫 还拍下来存进油盘 并将其藏在一个 俄罗斯套娃里 司机坦白 把套娃锁进柜子 那里面还有将近50个套娃 看来这位别洛克夫人 很喜欢用套娃 保存各种罪证 而总统的把柄 也在俄罗斯套娃里 黑姐将进度报告给局长 对方表示 罗娃正在接受严刑逼供 此时总统又加了一针药剂 对方的防线终于崩溃 因此说出了套娃的下落 证据就藏在纽约共和银行 不过该银行 依旧被她的手下控制 总统只能接着避问 罗娃说西侧有个秘密入口 花音刚落 他就被总统的人带走 而长官寻经任务也取得进展 经过对比金库监控时间 他确定了黄金被取走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内 有地铁莫名停运 长官推测 有人用地铁运走了黄金 经过继续调查 他还发现 一个叫盖勒的特工 此人盗用了董事会成员的红魔信息 时至下一秒 盖勒突然现身 他说总统命令长官 带上所有手下 全力夺回纽约共和银行 至于找金子一事 交给特勤局接手 局长将此时通知黑姐 对方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套娃一定藏在另一家被控银行 此时长官带人攻入共和银行 谁知歹徒一看到他们 全都不慌不慌地举手投降 长官打开指定保险柜 取出里面的套娃 可其中最关键的娃娃不见了 而黑姐来到被控制的另一家 他报上自己的姓名后 就由歹徒交给黑姐一个盒子 那个藏有U盘的娃娃 就放在盒子里 此时黑姐身后的门打开 歹徒终于交出了这家银行 另一边 别洛克的人正打算活埋洛娃 而黑姐确认了U盘内容 里面就是总统害人的证据 局长嘱咐他万事小心 现在总统和别洛克的重点 都会转移到黑姐身上 与此同时 一辆绑着蓝丝带的卡车停在街上 他负责运输监狱里的手工制品 欧文和谢尔盖等罪犯 每天都要打造纽扣 但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这些扭扣都是纯金之地 洛娃的人准备了逃生办法 就藏在蓝丝带运输车底 谢尔盖准备趁机带黄金离开 但欧文似乎另有计划 其实洛娃的局 就是从藏福入狱开始的 两人早知道 总统与别洛克家族勾结 还将金库黄金带到监狱 全部融掉打造成扭扣 再用卡车将其转移 谢尔盖和洛娃里应外合 打算截走其中一车黄金 等交互完毕后 欧文给谢尔盖使了个眼色 两人挑到蓝丝带货车的底盘下方 又粘在车底的腰带固定自己 然后顺利逃离监狱 另一边的黑姐不相信洛娃会死 因为自从对方被中情局带走 控制台的指示灯就再也没有闪过 不管是监狱还是银行 都没人给洛娃发信息 也就是说 他们很可能知道 老大已经被转移 黑姐的猜测没有出错 洛娃确实没死 她的凶针中藏有定位信 手下早就找到红卖位置 把洛娃的目光挖了出来 而黑姐和搭档前往监狱 准备盘问欧文金子和洛娃的下落 不过他们来的太迟 欧文和谢尔盖早就逃之夭夭 点狱长拿出逃分的照片 黑姐一看才知道 谢尔盖还活着 如此一来 真相就真的很好猜了 今早运走那批钮扣 就是美联储的黄金 黑姐准备追踪四辆运货卡车 点狱长一听 赶紧通知别洛克夫人 说我们有麻烦了 这是所有人都收到一条信息 是洛娃发来的警告 他在通知大家 我还没死呢 总统看到后很生气 但长官有一个办法 他知道洛娃女儿的位置 立刻带特工去那里抓人 局长将此时通知黑姐 对方表示 洛娃肯定会救女儿 眼下更重要的是那四辆卡车 黑姐猜测总统为了躲避追踪 一定会改变卡车的外观 他猜得没错 总统的人撕开卡车上的贴纸 露出各种伪装图案 这是一个男人 不慎把扳手叼在地上 差点发向车底的谢尔盖 卡车路过一个信号灯 必须停下来等待 谢尔盖和欧文像是早有预料 立刻冲出来解决刺激 两人开着卡车混进车队 然后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猛的转弯 打算带走一车黄金 别洛克夫人得知丢了一辆车后 命令手下先别管谢尔盖 当务之急是先运走其他金子 与此同时 长官带人闯入农场小窝 但里面摆满了各种假人 地毯下面还有个秘密暗道 洛娃的女儿抢先一步 已经坐上妈妈的车逃跑 长官回去报告总统任务失败 对方文言决定启动新计划 总统把抢来的罪证U盘交给长官 让他拿去销毁 画面一转来到黑姐这边 他和搭档一路追踪到码头 不料接到洛娃的电话 对方提醒黑姐 每辆卡车只配了一个持枪守卫 黑姐一听 这才三个枪手 决定冒险拦住这帮人 好在洛娃没有撒谎 黑姐和搭档训练有素 解决三个警卫不在话下 等他们整理完现场 职员才赶到码头 搭档调查几个司机的资料 发现他们大多都来自俄罗斯 只有一个司机亚伦曾在美国服役 但他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这时局长突然打来电话 说亚伦是中情局的卧底 嘱咐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黑姐想不通 中情局怎么会知道黄金被盗 局长说 这就要问你老公了 原来欧文也是中情局的卧底 他一直潜伏在谢尔盖身边 多亏欧文给力 中情局才得知兰斯带卡车 下一秒却被谢尔盖拿枪指住 他逼迫欧文调转方向 这时黑姐又出现神知觉 他在马桶跟洛娃通话时 对方说到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也就是指他的婚礼 黑姐立刻搜索附近的白俄罗斯教堂 和搭档分头行动 此时谢尔盖确实来到了一家教堂外 他正准备解决欧文 自从谢尔盖得知对方无端被释放后 就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他正要开枪 却被黑姐拦住 不过螳螂补餐 黄雀在后 洛娃和手下及时赶到现场 对方人多是重 黑姐为了保住欧文的命 只能交出配墙 洛娃说以后 他会和家人隐居 临别前还送黑姐最后一个线索 看到线头 你会不会拉 随后就带人离开教堂 不料 车子开到一半被路上拦住 紧接着冒出一堆黑衣人 迅速控制住洛娃一家 而别洛克夫人闪亮登场 他让洛娃交出那车金子 对方却不肯配号 别洛克夫人 只好抓住洛娃的女儿 看到这里 你应该好奇这两人 到底有什么仇 其实洛娃二世杀死的杀手妇女 就是别洛克的父亲和姐姐 眼下 他带走洛娃的女儿 说如果要做交易 你知道去哪找我 洛娃想追过去阻止 说不着 黑衣人往车里塞满了炸药 车里的谢尔盖 被火海吞噬 另一边的长官 并没有销毁油盘 他想借里面的证据 敲诈总统 这一切都被搭档看在眼里 他将此时告诉局长 对方就要求搭档暂时保密 就连黑姐也不能透露 而女主正在思考 洛娃留下来的话 他找到对方穿的蓝色缝衣 发现上面有个线头 黑姐轻轻一拉 在里面看到一张地图 以及另一个俄罗斯套娃 此时他接到洛娃的电话 对方此次是向黑姐求助 两人需要面对最终的敌人 别洛克假作 本集到此结束 一部很经典的伪高智商巨集 乍看局的套路层层 两个女主斗日斗勇 非常唬然 但故事逻辑经不起推销 漏洞非常多 除了主角两人 跟开了天眼一样 其他人至上都得打对折 纽约银行在本篇中 堪比便利店 不到20个持枪武装队伍 就能攻破 抛开逻辑尝试不谈 算是不非常爽的犯罪片 毕竟埋线反转无数 一路看下来观感上架